特兴之妹早晨 很开心和大家一起 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亦都在《兴信德诗诵书》拿出来的就是说 我们第一个部份讲到怎样活在神的爱中 和神是彼此相爱 深信神的供应和计划 第二个部份是清理各样的垃圾 然后第三个部份就是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子 而第一个不是侍奉的果子 是圣灵的果子生命的果子 就是说我们的人充满神的爱神的恩典 活出圣灵的果子 圣经讲到有圣灵的九样的果子 其实是一个果子 但果子里面含有这九样的质素 首先我们看一看《彼得后书》一章四节 因此他以将又宝贵 可以一起读的 他以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圣情有份 在这里讲到有一件事很重要 原来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活出神的圣情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神的圣情 耶稣在世上面对人的时候那种柔和谦卑 愿意服侍 愿意接立 就算那些人犯了很大的罪 耶稣都愿意赦免他们 是祝福他们 当彼得说 主要是离开我 我是一个罪人 但耶稣就告诉他们 不用怕 因为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如得如一样 让我们看到 耶稣对于罪人 不是说你有罪我不接纳你 耶稣是接纳他 并且神想大大提升他的生命 将来你会得人如得如一样 我们又看到两个耶稣讲的比喻 两个人去到圣殿 一个是觉得自己没错 这个是犯罪人 但另一个是觉得自己有很多罪 这个人实际是有很多罪 但在神面前他拗悔的时候 耶稣就说 这个人回去倒算为疑 这个人反而神是赦免他的 神的圣情就是 他愿意接纳任何悔改的人 信靠他的人 而当我们爱神 圣经讲到 他为爱他的人预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 未曾听见人心 未曾想到的 神就预备 很多很多封诚的恩典 神的圣情实在很美好 曾经有很多人 因为不同的原因 短暂离世 其实医院周时都有急救 急救之后 那些人再一次活过来 有些人信耶稣就去过天堂回来 去到天堂回来 在网上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见证 甚至在香港也有 香港也有 广东话也有个人 他也有这个经历 有很多人去到见到耶稣 他的回应是什么 他说 我真的想都没想到 原来神是这么接立我们的 他那种被接立 世上很多时候人也不接立我 但是神是很接立他 和很大的爱 所以基督徒的目的 不是我们做好 而是让神的圣情在我们里面流露 而神的圣情如何流露 一定是和神有密切关系 当我们时时都倚靠神 亲近神 思想神的话语 赞美神 爱神 神的圣情就会流露出来 譬如大家发觉 你赞美神讨告之后 你会没有那么容易发怒 就算你生气的人 你会想想我有没有错 这就是神的同在带来的后果 原来神给我们这么多应许 在后书这里讲到 叫我们脱离从情欲离的拜卫 就能够与神的圣情有份 神是什么 充满怜悯的 他是关为的 和永不放弃我们的 他的圣情是非常美好的 我们活出神的圣情 人就看到神的尾线 人就得到祝福 神就得到荣耀 如果我们经常都活出神的圣情 有些人他服侍主 他很肯做事 但做事有时有时会生气 哎呀你又没做什么 你不记得做什么 当他服侍的时候 其实他不是活出神的圣情 所以第一件事 是先有神与我们同在 神赏免我们的罪 然后我们活出神的圣情 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荣耀神了 但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难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罪圣情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罪圣情的 罗马书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四 一齐读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老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得律 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我脱离者取死的身体呢 有些人说 哇 什么这么惨啊 因为自从人类犯罪之后 我们是会带着一个罪的圣情 所以小朋友 小时候你不用教他 他会说谎的 你不用教他说谎的 你不用教他扭脚的 他自己懂得扭脚的 而且他发觉 我扭脚的父母就会听我说 他下一次就会再扭的 所以教养子女的时候 你不要让他扭脚得逞 曾经我去到宣教 看到一个宣教的时候 他的儿子 当他一说道就在地上捋 因为他们家庭聚会 在地上捋捋捋捋捋 他搞他不行 那我就去了解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经常都是这样扭脚 他说你试试在家里这样做 他哭扭脚 你就放他在房间关门 你哭完你出来 你哭我就不会回应你了 有他哭哭到够了 后来他真的说他改变 因为他发觉他扭脚 他父母不会听他的话 他扭脚扭脚你哭哭到够了 那时候他知道有一条界线 原来小孩子小时候懂得扭脚的 小孩子懂得利用人 就算大了也一样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扭脚 丈夫或太太呢 你不给我 我就要抵制你 我要什么什么 我要做什么在你身上 其实是从小时候开始的 小时候他要得到一样东西 得不到我就要扭脚你 我要令你不舒服 然后到大了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罪的性情其中一种表现 或者里面一种愤怒 小时候很生气人 大了也都会 里面的愤怒越来越大 为什么有些人会去开枪杀人呢 为什么会真的去虐待人呢 有些人真的虐待人没有感觉 他打伤人没有感觉 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律 他说我觉得肢体中有另一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我心中的律就是说到 我愿意遵从神这个规律 就有另一个律是和我交战的 将我老去 叫我负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律 这个律的意思就是一个规律 就是我里面有一种动力 他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我脱离者取胜的身体 但是接着保罗就说 靠着我爱外的主 我们就让我得性有余 我们是可以得性的 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里面是一种阻力的 就是每个基督徒都会有某一种性情上的问题 譬如说 自大 喜欢人留意他有多叻 或者是竞争 或者是容易伤害人 容易猛症 有人做得不好就猛 那很多时候我 譬如放这些仪器 都挺复杂的 那有时有些人 就是有不同的人都会帮我手做 那我有时看到他做错 但我做错的时候 我整个心里就立刻提醒自己 其实他是很乐意帮我 那我太太也是很乐意帮助我 是因典来的 他做错不紧要的 不死得的 可以立刻改变就行了 那我就告诉自己 不需要急 不需要猛 就算損失了一点 又怎样呢 不紧要的 那我就会疏到 心里面 会有时有些急 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有的 不过很多人一急 就随便骂人了 但是伤害有时真的 比我们做好的事更大 而我们生命中 需要有这个优次的 就是什么是最重要 什么是次等的 这里讲出四个次序 我们一起读一读 第一 建立与神关系 第二 活出神的生命 就是圣灵的果子 第三 爱人祝福人 和尽各样的责任 第四 事公上是奉神 我们生命中的次序 第一最重要 是与神有密切的关系 密切关系 代表我们看圣经 会跟从圣经 会爱慕祂 感谢祂 会悔改 与祂有一个相爱的关系 第一 就是最重要的 与神相爱的关系 就是会改变我们生命的 有些基督徒 信主内大没有亲近神 你发给祂 祂就被祂的罪 圣情影响 首先第一 跟神关系 第二 就有神的生命 月清的神 就有神的生命 我们都要处理罪的 有罪的意念 发脾气 我们需要处理 所以信耶稣 不是只是头脑上信 是让耶稣入生命 做生命的主宰 我们一向喜欢发脾气 喜欢被人有压力 喜欢发猛疹 或者喜欢烦恼 我知道这件事不好 我就去求主帮我们 求主赦免 以及帮我们如何一步步去改变 《轻生德性》里面 是有讲到不同的方法 其中有讲到德性五步曲 如何处理生命 五步曲是什么 德性五步曲 第一 我留意到我有些问题 罪、负面思想、负面情绪 留意 第二 我深信它有破坏性 就算它不好 我发脾气 会破坏它 又破坏我自己 第三 圣经叫我做什么 第四 我就祈祷求主赦免 以及求主给我力量 第五 我选择信服 我选择听神的话 好了 第二就是活出圣灵广子 第三 行动就是爱人 祝福人 以及尽各样的责任 爱人、祝福人 就是关心我们周围的人 包括我们的家人 我们上班的人 我们的邻居 以及尽各样责任 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他回教会很耐力 但回家又不做好自己家里应该做的事 他上班又会偷懒 这样的时候 他是没有做好应该做的责任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 每个都应该做的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侍奉神 侍奉神是不重要的 不是 而是一定先有这些根基 和神的关系 有圣灵的果子 和我们时时恩代人 我们侍奉不是为了建立我们的权势 有些人侍奉会这样的 心里面说 你先唱 我要唱得比你更聪明 你做什么 我要比你更聪明 你开一个主学班 我要开一班更大的给你 这种心态 虽然他是侍奉 但是他侍奉得来 他不是用神的方法 不是有神的生命 所以先有圣灵的果子 还有一个心 见到人就关心他 想祝福他 然后去侍奉 这样的时候 次序就对了 而当我们 在神里面 我们真是走神的路 神就喜悦 这里讲到 主人就称赞他 马太25章21節 主人说 好 你仔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去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里就讲到 就是说 主人称赞是什么呢 有良善 有忠心 这里就讲出 原来基督徒所追求的两件事 良善 和忠心 那良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善人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就是心里面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爱 就发出善来 就是人的良善 人的 性情的美好 美好的质素 那他就活出圣灵果子 忠心是什么呢 忠心于所有的责任 忠心存福音和祝福人 就是我们见神的时候 神会问我们两件事 你有没有良善 你有没有忠心 你是不是见到人的时候 经常发烂烈的 发烂烈的 你惹人的 令人不开心的 因为你是 时时令到人觉得 舒服 平安 被爱的 首先是我们的生命 这种的良善 然后 忠心 你有没有忠心 做好你家庭的责任 有没有忠心去关心人 传福音 建立人的灵命 关心教会 这就是两方面 我们一起说一说 良善 忠心 良善 忠心 良善 忠心 两个我们都需要追求的 而我们知道 我们今次主题就讲到 流露圣灵的果子是很漂亮的 当一个人满有圣灵的果子 真是生命很美 人都会喜欢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加勒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圣灵所记的果子就是 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套圣经讲到 圣灵在人的心中 神住在人的心中 他就很自然 就会产生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有些人说 那我不用做什么事 总之自然就要出 我想说 我们永远都有两个圣情在里面 我们有神的圣情 有圣灵的同在 也有罪圣情 很简单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个人骂你 对你不好 你第一个反应 是你立刻遥恕他 或者立刻会觉得 这个人真是坏 对了 在里面有一些愤怒 当有个人伤害你 或者他偷了你的钱 的时候 你的心里第一 是瑶树 一定是有愤怒 我认为人人 都一定有愤怒 而当有些人 对我们不好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就会去 想去 骂他 伤害他 得罪他 总会有一些 负面的反应 我们的罪圣情 是自然反应 来的 铁车 可能中间有些人 懂得铁车 你铁车就知道 一样东西 自动波是什麽呢 自动波 你一放了车 车开始了 你一放车 车自己会走的 自动波很容易 你的车要动 是非常容易的 你一放了车 它自己会走的 那你要控制车 但是棍波是不同的 有些人 如果你铁车 你就知道了 你要踩的 铁车 就是clutch 踩开了 然后转去 入波 一波 然后你就放回 clutch 放到它差不多 入的时候 你就踩油 如果你不踩油 那时候车就呜呜呜 然后就死火了 然后踩油 那时候的clutch 再放了 一踩下去就继续去了 转 应该走快点就转二波 再走快点就转三波 慢点就转二波 就是转来转去 我形容呢 基督徒的生命 最圣情就好像自动波 有没有发觉 当人家得罪我们 我都很自然会生气的 这个是自动波 不用人教的 自己会发生气的 但是我们真的要原谅它 祝福它 是要棍波的 是要刻意 我要悔改 我要为它祈祷 我要接纳它 我明白它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它有它受伤害的地方 我就看出它 我就去遗恕它 去祝福它 是需要时间的 我想 请大家现在想一想 你家里说你周围有些人 你不是很喜欢的 你想想到呢 可能大家都会想到 哪个人呢 整天发怂症 令到你不开心的 你发觉你要去爱它 关心它 容易吗 有时候要用点努力的 但是有些人很可爱 你很容易的 比如小朋友很可爱 很有趣 对你很接纳 你会很容易对他好的 你都会 譬如你有个孙子 很有趣的 你买东西给他吃 他立刻很开心 又很听话 你走过街都会想买些什么给他 但是如果有个 你的配偶 或者你的家人 或者某个同事 对你不好 你想对他好 真的很难 因为我们的心有阻力 我们有罪性情 所以我们明白 圣灵的果子 不是你自动就会生出来的 是一定多亲近神才会生出来 而生出来的时候一定有阻力 阻力是什么呢 我们的愤怒 我们不接纳他 我们记挂他的不好 这些是阻力 还有我们的心 基本上是很难爱人的 所以我们想活出圣灵的果子 想成为一个 给神大大使用的人 一定是需要处理生命 还有多亲近神 让我们活出圣灵的果子 大家想不想 我想问大家 你有没有留意过 有些人侍奉神 充满喜乐 充满爱心 充满关心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有没有见过 你有没有见过那些人 侍奉神很猛烈的 有时会说这些得罪人的 很急躁的 我想说 我不是他批判那些 让我们留意到 原来侍奉都有两种心态 我们就需要学习 我们自己成为哪一种 大家想哪一种 充满喜乐 平安关心那种 或是 懵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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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懵 那种 我今天的信息 就是鼓励大家 时时都是去想 如何祝福人 不是一定教堂的人 在街上的人都是 你一起等车的人 一起走过 大家有些话题 讲开的时候 你都可以说一些 祝福的说话 而当我们经历 圣灵的平安喜乐和爱 是可以更新人的 原来圣经讲到 圣灵将神的爱 囂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圣灵真的 当你亲近祂 你会感受到爱 我多次经历到神的爱 我多次经历神的喜乐 在我初信主的时候 我赞美神 主耶稣 赞美 主耶稣 赞美 里面都很开心 大家有没有试过 你都可以试在家 试试唱一些开心的歌 亦都可以唱一些赞美神的歌 你发觉里面 就会有爱 一个人就会更新 原来圣灵的更新 是可以将你整个人 变成了一个 柔和 谦卑 爱心的人 我们现在讲讲这九样 果子的九样的质素 第一个就是人爱 讲不出后书五章十四节一起读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上一人记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爱我们爱一定是出于耶稣的爱 耶稣真的有无限量的爱 耶路撒冷拒绝耶稣 以色列人拒绝神 但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稣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为耶路撒冷哀哭 他说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多次杀害我猜来你的先知 但我想招罪你好像母鸡招罪小鸡一样 只是你们不愿意 耶路撒冷一直拒绝耶稣 拒绝神 但神的心依然是关怀 依然是想祝福 因为祂有无限的怜悯 无限的爱 就算我们拒绝的人 即使我们信耶稣 是不是一听到封音就是信呢 很多时候不是的 我们会拒绝 但神就会用各样的方法 吸引我们去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是不是立刻听话呢 我们个人都有犯很多的罪 我们有时会埋怨神 我们会发脾气 但圣灵是很耐心地去感动我们 就是看到神那种耐性 而神最大爱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 神的儿子居然为我们承担最羞辱的认罚 并且与天父隔离 是极度的痛苦的 对于耶稣来说 因为祂从永恒到永恒 从来没有与天父分离的 但在十字架上 祂就与天父分离 祂说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当我们越想神的爱 这个三福徒 第一就是耶稣 钉十字架 第二就是祂怎样爱护我们 第三就是祂怎样医治我们 我们想到神的爱就激励我们了 我自己为什么有动力 其实我这个年龄绝对可以退休日 去玩一下 打球啊 但是为什么我会天天天都在那里写东西 很想去祝福更多人 试试去祝福人呢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 不是我得到什么 最重要是我祝福到人 让人看到耶稣多好 能够人的生命被提升 所以我很有神给我的动力 我都希望大家好像我那样 充满这种从神来的动力 那神的爱就入了你的心了 就是你见到人 你就觉得哎呀 他们不得够啊 落地狱很惨啊 有些人他落地狱 圣经都有记载 拉撒路和财主 这个比喻啊 财主在地狱那里 呼叫 请你差遣拉撒路来 找个纸头沾点水在我舌头 让我量一量我 但是阿伯拉罕说不可以 因为你我中间有深渊隔开 我们看到地狱是很惨的 在不同的时代 因为神容许有些人经历地狱 有不同的见证的 有些人他是基督徒 但是神给他经历到 原来地狱多惨 地狱里面最惨的是什么 是没有盼望 没有希望出得回来 譬如坐牢有希望出牢的 但是地狱是没有希望出牢 而不断被魔鬼折磨 不断在地狱的火里面 有不灭的火不死的虫 是很惨很惨 那里的痛苦比这里 任何的痛苦大 很多很多倍 在世上是从来没有这种痛苦 但是在那里又不能死 是永远受痛苦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 看到你周围的人 你认识的朋友 他们没有耶稣 他们将来去地狱的 在我信耶稣之后 没多久 我就开始想 这世界上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有神 因为我当时因为知道神是真 我就很想传福音 我向很多人传福音 还有后来我跟神说 神如果你愿意 我愿意成为一个牧师 将来祝福更多人 去传阳福音 神真的一直为我预备 我在初信已经有这种心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还未认识耶稣 真的很需要救的 我真的去到不同的地方 还有我在网上 也有很多人找我 他们都说到他们没有耶稣的痛苦 或者信耶稣 不懂得如何亲近神的痛苦 我心就被神的爱激励 这个就是圣灵果子 第一个最重要的 怜悯爱人的心 他们很惨 他们落地狱很惨 你知道每秒钟有人落地狱的 每秒钟都有人死 他一落地狱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一个真相 原来没有耶稣是最惨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怜悯的心 是真的 尤其我们所接触的亲朋戚友 所有认识的人 我都希望我们大家 怎样都争取机会 我自己 我最近整一张单 一张纸 就是证明有神的证据 一张这样的 也有不同的单张 你有心的我们都可以给你 或者是教会可以印 你可以跟一些朋友聊天 我们在一会儿我们的课程 都会讲一下 怎样去关心人 怎样去传福音 让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工具 在我里面已经藏了很多工具 很多种工具向理智的人 向受伤的人 向忧屈的人 向家庭有问题的人 向疾病的人 怎样去传福音 神都是有比我不同的方法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怜悯的心 罗马斯十三章八节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我们凡事都不要亏欠人 别人做在我们身上的事 出于好意的 我们一定是感谢他 祝福他 也都不要欠人任何的事 我们应份做的 我们就应份做 就算有时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如果有开车 你泊车的时候 有时他说需要300元可以泊车 但是餐厅的人 因为想你时时来 你可能只有200元 他给了一张300元的单 很多人就说不要紧要我照收 但这些都是亏欠人 我们不应该拿的 我们就不要拿 那些不属于我们的 我们就不要拿 什么是应该做的 交的税应该交的就交 就不要欠 不要欠任何人的钱 然后彼此相外 我经常以为亏欠 就是说我 好像我欠他 我做多一点 我应该做的 我没有做就欠了他 很简单 我们的亲朋戚友 他们落地獄 我们没有全个福音是欠他的 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托父 我去救他 但我们没有救他 我就欠了他 因为爱人就完全要律法 就是圣经的律法 叫我们做什么 爱神 爱人 所以我们做什么 关心 聆听人 关爱人 用行动去爱人 这个就是人爱 那怎么有爱呢 就一定是从神相处而来的 这个第二点就是喜乐 这个第二点是 第二点是人爱喜乐 就是我们怎么有喜乐 喜乐一定是从神相处而来的 大家想不想开心 我相信大家都想开心 但是实际上 你整天是不是整天开心的呢 很多人未必 很多时候会有烦恼的 我想告诉大家 我自己也会自动有时会烦恼的 不是说你很爱耶稣 你就整天都自动会喜乐的 我发觉人就会去想 哎呀 人又不听话 人又没有爱神 很难帮这些人 或者有时有些人说些不好的说话 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有不开心 我发觉想要喜乐 是一定要刻意处理生命 刻意亲近神的 我们一起读诗篇十六篇八节 我把耶稣上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自遥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这个大卫的诗 他说到亲近神的美好 他说我把耶稣上摆在我面前 因为神在我右边 我就不会遥动了 所以我的心就欢喜我的灵快乐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他身心都开心 还有身体都会舒服的 然后祈祷 人的身体会舒服的 会轻松的 会舒畅的 有些人投入 其实都会觉得好像轻飘飘 整个人很轻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 安然居住 也圣经说安然睡觉 有耶稣所喜爱的 他叫他安然睡觉 原来亲近神会有喜乐 因为天堂是充满喜乐 神是充满开心的 有些人对于神的观 还觉得神好像法官 很严格的 神有他严格的一面 但是神主要的圣情是他爱 他是喜乐的 我们怎样有喜乐呢 不断亲近神和爱神 由早到晚 经常都感谢神 你感谢神不一定要开声的 如果你家人觉得你吵 你不用大声 你小小声都可以 你不出声都可以 心里面喜欢神 耶稣真是好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你经常都这样做呢 其实我们煮饭 洗碗 洗凉 擦牙 很多时间是 可以赞美神的 那你就由早到晚充满喜乐 让神的圣情流露出来 那自然神的爱 喜乐就流露出来 人没有能力产生神的圣情 爱心不是人做的事 是神的圣情产生出来 只有神的话 和神的同在才能够产生的 我们怎样开心呢 诗篇九十篇十四节 摩西的诗下一起读 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池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这两个圣经用饱得 be satisfied with 就是说呢 好像吃饱饿那样 我相信大家都 有试过很肚饿 接着吃饱饿觉得很舒服 这是食物的饱足 我们吃东西都可以试试是这样的 欣赏一下神做的东西真是好吃 多谢天父 神又做我们有味蕾在肚子里 吃东西有感觉 多谢天父真是好了 你给我们这么多种好的食物 又好吃又有营养 多谢天父 在任何的事上都时时看到神的爱 多谢天父 圣灵感动我 我祈祷有平安喜乐 多谢天父 神陪着我 看到圣经的话语 神真的常常关心我们 耶稣为我们钉死 真是很好 将来有永远的住处 永远的天堂 那里开心到不得了 有不同的人去到天堂 他们都说 类似的东西 他说什么呢 那些花和草会唱歌的 他们唱歌 赞美神的时候 会有一些光 由他们发出去到神那里 神的光又去到他们那里 还有呢 他去到那些树那里 有果子 手放在那里 果子就掉下来 是很好吃的 圣经也有说到有生命树的果子 这些作为参考 不过圣经也有说到生命树的果子 还有他们又说到 这些是一些 就是参考的 有些人是经历 他说看到那些花很漂亮 他就集了它 摆在那里 摆在那里 那些花又不会丢的 不会丢借的 可以摆在那里 一直很漂亮的 然后当他不要的时候 放下来又没有了 又不会在地上那里的 他又会没有了 就是呢 在那里 每一样东西都是这么好的 有一个小朋友 他现在已经不是小朋友了 他在天堂的时候 他经历到什么呢 他说他走到那个生命河里面 他说你普通走到水里 那些水是不会进入里面 但是在生命河 那些喜乐 还有爱涌入来的 在生命河里面 会涌入来 还有这个小朋友 他有一间屋 他坐在梳化 他说好有趣 他说普通人坐梳化 有时候坐在这里又不舒服 你歪歪歪歪歪歪 他说你坐在梳化 一坐 他跟你刚好 你的身体的形状 很舒服的 他觉得好有趣 他觉得真的 这个梳化为什么这么有趣 坐在这里这么舒服 他又跟那些天使的羽毛在那里玩 他去到天堂 觉得很开心 耶稣跟他在生命河里面玩水 耶稣涂水到他那里 他就涂回耶稣 然后他讲俗的时候 那些人就说他 他说你没有搞错 这样涂回耶稣就行 他说耶稣先跟我玩 他说从那时候开始 耶稣是我的朋友 这个小朋友 从之后耶稣是我的朋友 不是只是我的神 是一个开心 可以跟我玩的神 这是一个观念参考 我们不可以说这个必然是怎么样 不过这个很可能是 但我们只是作为参考 那我们就看到什么呢 就是神是充满慈爱的 但是很多基徒活得 estátog 今天很渴 mates 寡妇那样 好凄凉 好忧伤 其实真的不需要的 我们是被爱的人 你每天赞美神 每天多谢耶稣 你的心里面就涌流起落 你就一生一世欢呼起落 这个就是起落的果子 但这个起落果子不是自动产生的 你什么都不做 你不会常常起落的 一定是亲近神的时候 神的起落就临到我们身上 这样的时候你就享受生命了 和平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再看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在我里面 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这个也是大卫的诗 他说到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个宝宝已经断了奶了 因为未断奶的 婴孩还是很多时候扭脚 要喝奶 但断了奶的孩子 他只是喜欢妈妈 在妈妈的怀中 他说我平稳安静 好平静 因为神会搞定一切 我将我事交给耶和 耶和必成全 所以他的心平稳安静 是平安的 希望我们大家都是活在平安里面 不要急躁 不用猛烈的 很多不好的东西不用猛烈的 有人对我们不好 有些事情不信 是不是一定要发怒呢 不是一定要发怒的 发怒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我们可以问他 有些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做可以改善呢 可以怎样改变呢 可以怎样进步呢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 新闻 探讨 不需要一定用发怒的方法的 有些事情做错了 不要紧要的 下次怎样做回好就可以了 情况不好 是不是一定要情绪化 是不是一定要烦恼呢 这个小朋友 父母吵架 他是不是一定要怨恨呢 普通当然说 父母吵架 你当然怨恨了 但他都可以 在心里面有平安 神会照顾我 我的平安 或者慢慢将我父母的怨恨都化解 可以令到家庭更加柔和 所以平安呢 都是需要我们有神的同在 处理我们里面的愤怒的 好了 接着是忍耐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这里讲到 第三行我们就读一下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 就是神充满忍耐 我们犯的罪 神忍耐为神忍耐宽容我们所犯的罪 所以既然神这么忍耐我们 我们犯的罪 神是不是骂我们呢 神不是骂我们 神很温和 所以我们都学习 好像耶稣这么温和对人了 我们学习如何忍耐到底了 马太十章二十二节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罪人行户 被众人行户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里讲到 一方面忍耐人的不好 另一方面忍耐信主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左边有个图 全世界那个橙色红色的地方 就是迫白的地方 很多基督徒被迫害 在全世界平均 每九个基督徒 中有一个 是会有某程度的迫白的 有些亦都很严重的迫白 求主帮我们坚持到底 我们都很可能是进入末期的 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疫情 影响这个世界很大 影响经济很大 这个世界可以是不再一样的 是可以是末后的时期一个开始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在困难中忍耐 神一定供应我们 我们依靠神 神一定帮助我们的 因此 这个经文我们不读 不过耶稣就说了 他说那些小鸟又不用积蓄 又不用收割 又不用积蓄 但是天父都养活他 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比天父贵 还多吗 那这里有个图 就是耶稣会照顾麻祖 那你说耶稣 你不够做吗 那些麻祖都要照顾 神有这个能力 他可以照顾每一个人 也都照顾每一只动物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平衡都是神所照顾的 神又照顾我们 所以神有恩慈 我们都学习神 有这种恩慈的心 那为什么有恩慈的心呢 《非诺比书2章4》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就是恩慈就是说 我想祝福人 经常有慈爱的心 见到人就想一下 我怎样去帮他 怎样向他传福音 怎样帮助他的灵命 很多时候都会想的 有些人我为他祈祷神 你给我智慧 我怎样去帮他呢 这个人有需要 我怎样帮他呢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种恩慈了 奴家6章35节 你们都要爱仇敌 又要善待他们 并且借给人不指望常还 你们的赏赐就大 这个我不是 圣经不是叫我们被人滥用 屁个人经常赌钱的 不是叫你 他赌完你又给他 赌完又给他 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那些人真的有需要 如果真的赌钱 我们可以给一些界线 还有说到你需要做什么 要不然我不会帮助你的 但是心里面就说 我们真是祝福人帮人的时候 我们的赏赐就大 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 忘恩和作恶的 忘恩作恶的 神都恩待 所以我们都说 神给我们恩慈 良善了 这种善良的心 我们弃绝这一切的事 还有恶恨 忿怒 恶毒 毁谤 心中污慰的言语 即是心里面所有的毁谤 恶毒 左手边那些 打交叉的那些 我们弃绝 然后有良善的心 就是以善性恶 因为良善的心就是如何呢 不去陷害人 时时想想我对人怎样善良的 时时令到他 觉得被爱的 觉得舒服的 觉得有人关怀他 我们尽量去做这些 信实了 我们学习神的信实 提摩的后书2章13节 我们终言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神是信实 他答应了一定做 他说你悔改 真心悔改 我一定赦免 神一定照做的 所以我们知道 神是必然信实 先求祂的国 和祂的义 这一切加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可以 时时都相信神的信实 如果神那么信实 我们都对人信实 答应了的 我们就去做 如果不做到 不要答应人 我们可以说 我试下我尽力 我或者做不到 我试下都不做得到 因为你真的未必做得到 如果真的 你做得到的 你就答应 你向神答应 神是我愿意爱你 我们就真是爱神 你做不到 神就帮我 我没有力量 你帮我 神一定给我们力量 祝实神的应许 学习神的信实 可靠 那又是温柔 温柔 温柔 不要以为 只是女孩子 遮嘴的男孩子 那些叫温柔 而是柔和 不急躁 是不容易发怒的 帝兄们 加勒太书6章1节 帝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熟年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就是说用温柔的心 将人挽回过来 用柔和的心 不要去伤害他 不是令他不舒服 很多人在家 有些什么对方做得不好 立刻发脾气 就以为骂醒他 有时是需要指责的 但是指责不是一定要骂的 不是一定要大声的 我们可以说 你有没有想过 你做这件事带来的后果有什么影响 你会不会想下一次都是这样呢 你会不会想改过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做的事情 人家有什么感受呢 这用探讨的方法 让他知道 他做错的事带来的后果 这个就是温柔的方法 折制 江林当前书九章二十五节 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折制 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 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这个讲到就是说 就算在世界上 那些运动家都要折制 他们怎样折制呢 很简单 他们要努力练习 他们不可以随便吃东西 不可以吃过量的东西 要吃健康的东西 是要折制的 就是世上的运动家都要折制 譬如香港有些代表 踩单车啊 风帆啊 跳绳啊 都有香港有些代表的 他们要做得好 一定要折制 何况基督徒我们生命要发挥出来祝福人 我们需要折制 譬如小朋友 你刚刚进来 我都说 我们有时都要折制 不要经常玩手机 因为有些人经常玩手机 他就整个人 以后都是被手机控制 每一天都一定要玩游戏机 那就是没有了折制 那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这里每一个小朋友都很伟大的 每一个小朋友 我现在同小朋友说 同一个大朋友说 你们都是很伟大的 神要祝福你的 那你想给神用呢 多些享受神 多些爱神 听耶稣的话 听父母的说话 那你的生命呢 就会提升 那你都会给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需要学习折制 我们今天说的几样 记不记得 圣灵所记的果子就是 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钱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满有神的恩典 我们这首诗歌 我的心平稳安静 帮我们去享受神 有神的平安 我们一起起床去唱这首诗歌 我的心平稳安静 有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 可能有些人说 我都想弹琴 弹琴一定要有节制 一定要练习很多 我会黑门眼 或者你看到歌词 你记得就可以黑门眼 你看到歌词 主要帮我们平稳安静 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好将断过来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你在我前后 欢迎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远也 彼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好将断过来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你在我前后 欢迎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远也 你永远也 你却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我们眉眼祈祷 多谢天父 你常常爱我们 多谢天父 你常常关心我们 你充满恩慈 充满恩典怜悯 充满喜乐 充满和平 神啊 你真美善 你的圣情真好 求你叫我们活出 神的美善的圣情 让我们平稳安静 好将断过来的孩子 在母亲的怀中 因为神会搞定一切的事 我们不需要 为很多的事烦恼 因为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凡信靠神的人 必定蒙神的赐福 求主帮助我们 真是活出神的平安 喜乐和慈爱 多谢天父 有耶稣我就喜乐 有耶稣我就欢喜快乐 多谢天父 Hallelujah 我们一起开声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天父爱我们 天父爱我们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圣命 阿们 求主帮助大家 活出圣灵的果子 满有神的平安喜乐 慈爱 这样的时候 人又欢喜 你又欢喜 好 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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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